经常有网友开玩笑称 在中国只要是能吃的 好吃的就不可能泛滥成灾 但事实上 我们总是会低估了生命力的顽强 很多美味的物种 虽然是餐桌上的美味 却还是在某些区域里泛滥 这里说的可不是小龙虾 而是翘嘴红薄 在中国长江黄河流域 有一种吃食凶猛 又分布广泛的大型鱼类 它有很多昵称 有的地方叫做白鱼 有人叫白丝 也有的地方叫它绝嘴帘子 著名的太湖三百里的白鱼 就是说的这种鱼 野生翘嘴红薄 是凶猛的肉食鱼类 它的吃相凶狠 大口大口的吞食小鱼小虾 一年四季里 它们都在不停地吃 翘嘴鱼能吃也能长 最大的个体能长到近二十斤 一米多长 常见的野生个体 从一两重到四五斤不等 一般在河湾 湖湾 港岔等地方出沫 捕食鱼虾 时而越出水面榨水 钓鱼爱好者 对这种鱼一定不陌生 由于其捕食活食 吃口凶猛的特点 所以特别适合永尼尔脱钓 所以路亚爱好者的目标鱼获里 一定少不了翘嘴鱼 而能够录到一条米级的大翘嘴 将会是路亚钓手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炫耀的资本 翘嘴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 它真的很好吃 可能是由于其性情凶猛 运动量极大 所以其肉质也非常好 洁白鲜嫩的鱼肉 富含高蛋白低脂肪 营养价值较高 味道也非常好 无论是酱油水清蒸还是红烧 都是美味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鱼肉内有鸡尖刺 吃的时候要稍微小心点 可就是这么一种钓鱼人喜欢钓 吃鱼人喜欢吃的优质好鱼 居然也能泛滥成在 近期四川琼海地区发布的一则通知 在网上引起骚动 原来琼海里的翘嘴红薄泛滥了 不得不寻求广大钓鱼爱好者的帮助 作为四川第二大的淡水湖 琼海虽然确实不如卢孤湖那么出名 但也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之一 大约在15年前 人们在琼海里发现了一种 不属于本地原生鱼的鱼种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翘嘴红薄 没想到这15年里 它们在没有天敌的琼海里 猛吃猛掌 疯狂繁殖 自然种群不断变大 目前预计至少已经有100吨翘嘴鱼 生活在琼海里 本来作为能吃好吃的优质经济鱼类 多一点也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现在问题是 翘嘴鱼并不是琼海里的原生鱼 而是属于外地来的鱼种 那么外来入侵的问题 就逐渐暴露了出来 前面提过 翘嘴鱼喜欢捕食小鱼小虾 而琼海里的特产青虾 正是翘嘴鱼最爱的美味 除了青虾 当地原生的各种鱼苗 也都成为了它们的美餐 此消彼长之下 翘嘴红薄在琼海里面泛滥成灾 而本地的各种原生鱼虾 却越来越少 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有着严重的影响 在这个大背景下 管理琼海的西昌 琼海生态渔业公司 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通过限量 办理琼海陆亚钓鱼证的方式 让广大钓鱼爱好者 去捶钓这种鱼 以达到控制翘嘴数量的目的 4000元每年的年卡 200张的数量 让很多钓鱼爱好者 从全国各地报名 很多人都说 这个价格有点高 但是报名的人还真不少 让我们来算算这 4000元一年 每天是11元左右 而翘嘴鱼的市场价 至少都在10元美金 有些地方甚至高达百元美金 所以理论上 每天只要钓到一斤鱼 就赚回票价 对于钓鱼高手来说 一天摆80斤也不是难事 所以4000元看似价格不菲 但是对于有时间 有技术的钓鱼人来说 并不夸张 还是比较合理的定价 当然 这里面也透露着一丝 营销软文的味道 想想也能理解 毕竟翘嘴吃鱼苗长大 这么多的数量 也造成了不少损失 通过卖钓鱼 年卡弥补一点损失 我想说的是 每次在写生物入侵的话题的时候 总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在中国只要是能吃的 就不可能泛滥成灾 其实靠吃来解决生物入侵的问题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可以反驳 小龙虾大家都很喜欢吃 也有大量的养殖 于是网友说看 被吃到要靠养殖来维持需求了吧 但事实呢 养殖龙虾是因为品质更好 能卖到高价 我们日常吃的确实是养殖为主的 可野外的小龙虾 还是遍布我国很多沟河湖渠 毁坏良田 侵占本土物种的地盘 罗飞鱼能吃吧 味道也不是很差吧 可是这种鱼 已经遍布我国南方的很多河道 泛滥成灾 还有巴西龟 牛蛙等都是可以吃的 可是它们都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上 排名前列的入侵物种 再次强调 从未有任何入侵物种 通过吃的方式被解决掉 外来物种对于本地的整个生态 都会起到着严重的破坏 如何科学防治外来入侵物种 将一直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